停车怎么会收到未来缴费单呢 台中有名温先生24号下午2点10分 把车停在一处公有停车阁内 临场的时候看到了缴费单上的停车时间 竟然是中午12点55分 他气得po文说怎么可以乱开单 台中市停款出调查之后发现 是地磁设备异常 而且只有一名投诉个案 目前已经主动扯单 台中市的路边停车阁使用者付费 大家都知道 但明明车都还没停进去 却收到未来式的停车缴费单 怎么一回事 台中一名温先生po文投诉 晒出他的消费明细 证实他24号中午 仍旧在坛子买饮料 一个小时后到复兴路的小吃店用餐 没想到要牵车时 发现停车单上的时间怪怪的 竟然比他停进去还要早一个小时 现在大骂两边距离二十几分钟 车程难道是一分钟飘移吗 开单员怎么可以这样乱开单 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还是会继续讲 讲我再去申诉 那要申诉 都开时间那怎么可以 电子外为什么会开错 那是他们的问题 市府停管处出面澄清表示 这处停车阁属于地磁停车位 当天一共停了五台车 经过推算投诉民众停的十第三台 只是时间怎么会搞乌龙 原来是地磁设备出现异常 3点34分 那台车已经开走了 PDA选择那台车还继续停留 确定地磁异常 之后陆续停了两部车 也能够请开单作业 针对投诉民众的缴费单 停管处已经主动撤销 不许缴费 也提醒民众停车收到缴费单 务必再三确认时间 有问题就向停管处申诉 以免被多收用往前 接着我们从台中参照